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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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地利人和于一生 林俊杰放心将经济约 唱片约全部交给华纳 这也是JJ出道九年来第一次换公司 除了对未来充满期待 现场林俊杰也不忘感谢 旧东家海蝶唱片 一直以来对他的栽培和关怀 从我出道之前 到我现在 其实海蝶给我了很多 海蝶栽培我 海蝶在我身上工作很多 然后海蝶算是一个大家 然后我谢谢他们 给我那么大的音乐空间 让我成长到新鲜的林俊杰 然后这一线 其实我因为回望期间 然后我其实到现在 出道了大概八九年 我一直在寻找新的音乐灵感 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说很重要 也不是说再来一个灵感 而是说我希望换一个环境 让给自己有机会 认识整个更 认识更多人 然后我相信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 新的空间里面 可以找到更多的音乐 拭目以待全新的林俊杰 记者李明北京报道 好的 我们也希望这些能够在新公司里面 尽快找到新的感觉 为我们做出更多好听的音乐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帅哥吴彦祖了 自从和冯德伦一起成立了一家 电影制作公司之后呢 吴老板跑到哪里 满嘴的都是老板金 让人几乎忘了 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位演员哦 在昨天北京举行的电影产业投资论台上 演员吴彦祖以切听风云2主演的身份出席活动 除了当天的演员身份外 正处在事业辉煌期的吴彦祖 这几年尝试了导演 监剧以及投资方等各个身份 而近期与冯德伦合伙投资即将开拍的电影派集 如今也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现在拍这片子太急 是找一个新的武打演员 因为现在我们很有一个问题 就是政治大演之后呢 又谁可以打的演员 没有 那年轻的一辈的武打演员没有的话 那我们定的未来在哪呢 这个是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要骗一些新的武打演员出来 能够拍一些新鲜的武厂 中国的武厂片 当老板不容易啊 截至章韵背情报道 婚前呢 因为帅气有形的外表 吴彦祖每次合作完呢 都会和女主角传出一些绯闻 但现在婚后她却安定了不少了 不然老婆Lise S会有多揪心呢 而如果说到绯闻的话 这个小众和林依晨呢 因为有过多次的合作 所以呢 网友都认为 他们是最佳的荧幕情侣 那这次过七夕节呢 很多网友就问了 为什么小众没有和林依晨 一起过一个甜蜜的七夕节呢 而是陪在妈妈身边 那面对网友这样过度热心的关注 小众会有怎么样的回答呢 一起来听一下吧 虽然一袭简单T恤 配上牛仔裤 小众正元唱宣传新戏 欢迎爱光临还是一样的帅气 欢迎爱光临刚刚在台开播 连女主角之一的名模斐贝也来做宣传 谈到与斐贝的合作 小众表示 小众说了好几次 贝贝是大支的轴讯 贝贝自己觉得呢 我自己就是之前就是还没有拍电视剧的时候 就有有有有很多 两人看起来关系不错 而在拍摄欢迎爱光临时也传出两人音细生情 当天贝贝还大方承认被小众电到 我很开心啊 因为我觉得他还蛮帅的 所以觉得能和帅哥一起合作就是很好了 有被电到吗 有有有 不过要说到和小众最配的一幕情侣 那可非林依晨莫属 七夕情人节刚结束 还有不少网友留言惋惜 为什么小众没有和一辰一起过 就谢谢网友们对我们的那种奇幻的幻想 因为其实恶作剧之文 就也给很多的网友有很多很浪漫的那些想象空间 表示这部戏还蛮成功 所以还蛮开心的 但是情人节我们没有一起过 一辰现在很幸福 粉丝们还是别入戏太深 记者沙比 陈家村台北采访报道 说到七夕情人节呢 林心如在情人节这一天呢 就收到了一位男性送给她的999朵玫瑰花 而且两个人还在这个玫瑰花面前轻易的合影 让大家怀疑 这位会不会就是林心如的真命天子呢 而且呢 这位男性还说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 再用这999朵玫瑰 祝林心如情人节快乐 虽然我是 但我不是 虽然我能 但我不能 哈哈 你懂的 是的 也许只有林心如你自己懂 但是我们大家都不懂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今天晚上21点10分 我们东南卫视 明天就出发 激情下日版的精彩内容吧 浩瀚瀚瀚瀚瀚的水谷表演 今天明天就出发的赛道上 你不仅能看到美女们青春无极限的表演 还能目睹美女们的各种精彩落水 被迫高难度落水 美女们吃的消补 今天谁又能冲冠成功 拿到跨洋大奖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今晚21点10分 明天就出发 乐藩天编辑报道 姚晨首谈离婚 那段不可替代的感情 在离婚那一瞬间 双方是很难接受对方 为电影配音 范范很温柔 黑人老骚多 我最近常听到的就是 你不要碰我好不好 别走开 下节更精彩 广告之后 欢迎回到由美包美妆草品店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篇 我是小鱼金城 一上网就零压力吃 但是在生活中却又自嘲自己嘴很笨 而且眼红了郭芙蓉和翠萍之后 每天在微博上有近千万的粉丝 在关注自己的一言一行 他就是微博女王姚晨 那近日姚晨也是做客了某访谈节目 而且还是破天荒地促入了自己的心声 甚至还聊起了你的段迟迟不愿意多谈的 离婚经历 姚晨离婚到现在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在这半年间 世界的演变犹如电视剧一般翻云覆雨 跌宕起伏 但即便在南方和第三者高调应战的情况下 女主人公姚晨都始终对离婚三肩其口 选择了独自一个人默默承受 直到现在姚晨才鼓足勇气 勇敢地面对镜头 面对过往 她与灵消速的那份情感 言语间依旧让人心疼 我从来就没有尝试过我一个人 我一直很害怕孤独 但是我现在希望去寻找自己 用姚晨的话说 这次的离婚事件让她心碎 曾几何时呢 前夫林消速还是她微博的第一男主角 两人在微博上你浓我浓 恶爱得不得了 就连一颗很逊的鲁蛋 这个微博外号 也是来自于她和灵消速的一次 有趣的谈话 老陈在微博中这样写道 我兴奋地告诉老林 他们都说我是微博狂人 明儿个我也学个鲁信先生 出个微博狂人日记去 老林嗤之以鼻 别侮辱鲁信先生了 你顶多就是颗鲁蛋 还是颗很逊的鲁蛋 别做白日梦了 赶紧做饭去 在第二天的微博上 他又写道 老林骂我是一颗很逊的鲁蛋 好吧 我就喜欢鲁蛋 即日起 本博主改名号为鲁蛋 调整在微博里 大方随性地和大家分享 自己的私生活 不爽的时候发泄一下 幸福的时候就晒一下 得意的时候就显摆一下 而感动的时候就要煽情一下 不过在自己微博里 提的最多的人 还是老公临消速 又十六点起床 有一个多月都没睡够八小时了 每天早起看着老林呼呼大睡 又嫉妒又踏水 好歹两人有一个能不用去遭罪 老林今天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了各色人等的微博 恍然大悟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能排第一了 你不就是个三八冠军吗 但就是这样一对大家眼中的模范情侣 恩爱夫妻 却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那就是离婚 2011年1月28日 姚晨与林消速的一纸离婚声明 让这段曾经令无数人憧憬和向往的爱情神话彻底破灭 两人的幸福甜蜜也在一夜之间土风瓦解 在离婚那一瞬间双方是很难接受对方的 会理解或原谅很难 那个甚至可能都会有恨的事情 关于姚晨和林消速离婚的真正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谜 只有男方含糊的对外宣布称 两人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也引发了外界的众说纷纭 不过归根到底不外乎以下两种 第一种就是女强男弱 随着姚晨的走红 知名度的提高 与林消速的沟通机会越来越少 再加上工作的关系 两人至少离多 久而久之便导致了感情的失衡于破裂 而另一种可能则是小三的介入 有传在拍摄电视剧《狼心如铁石》 林消速和唐一飞细甲情侦 唐一飞更在博客中 粗文并茂地记录了 她与林消速的亲密时光 爱不管是女强男弱也好 小三介入也好 或者是两者坚而有之也好 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 林消速和姚晨的婚姻 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事实了 但对于这段曾经的历史 曾经的岁月 姚晨并没有想把它修改掉 或彻底删除 她对我来养是非常珍贵 是美好 然后我是永远不可替代 虽然过往的美好让人留恋 但终究已成历史 而唯一的治愈的办法 就是放下过去勇敢地去爱 我觉得你最怕的事 是自己失去爱的能力 你觉得你还有吗 我觉得还有 还好 还在 最新 渐渐扶贫伤痕的姚晨呢 现在已经顺利牵手 著名摄影师曹玉了 重新跨入幸福的 另一段感情 姚晨说 今后最重要的 还是演好姚晨自己 日后的 未来的日子该怎么走 如果要否定过去 可能我对这么猜的 就是接受生活给我的一切 在拥有众多俊男美女 灯红柳绿的演艺圈当中 维持婚姻肯定是不容易的 再加上工作的原因 两个人肯定是聚少离多 所以两个人必须得 更加用心的来经营 就像刚刚结婚不久的 泛泛泛伟奇 和黑人陈建州 现在他们也要面对 这样问题了 好在他们有自己的相处之道 在西向辱马之间 他们两个人 见到了深厚的朋友 泛泛黑人为电影赛车总督员 担任配音 昨天两人出席 首音记者会 并邀请他们照顾 多年的93癌症儿童病房的 小朋友共同出席 我前天才回来嘛 然后就是好久没见了 好久不见哦 为配合电影中的角色 泛泛配音时 用平时少有的温柔语气 让黑人大声抱怨 为什么平时 不能这样对他讲话 我最近常听到的就是 你不要碰我好不好 哪有 根本没见到你 那胡说八道 因为最近也比较少碰面 那当然 你要听到这种温柔的声音 其实更是更加的困难嘛 回后 泛泛和黑人工作增加 黑人最近又忙于球队训练 对外界关心的造人计划 也只有顺其自然 我自己要检讨这部分 整个暑假完以后 他巡演又开始了 所以这个计划就 就是这样 顺了 顺着走了 顺着我们run down走 泛泛筹备已久的 巡回演唱会 马上就要开始 担任嘉宾的黑人 不知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现在很紧张 我也是 你不要搞砸 因为去上海 听说那是一万多人的舞台 然后你知道 那个票还卖得还真不错 我想说 我就抱着去度蜜月的心情了 那也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表现应该不会如预期的好 那倒 因准备不足 黑人很担心搞砸老婆的演唱会 不过很会耍宝的他 也想出一个妙招 我最担心就是忘词 如果忘词的话 我就会跟你舌吻 我要用我的嘴堵住你的嘴 绝对不要做这件事 我立刻把你穿下来 真的很听泛泛担心 记者李爱卿 冯俊青台北采访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娱乐圈另外一对模范夫妻 那就是张家辉和关永和 在婚后呢 关永和也是淡出了娱乐圈 专心在家中相夫教子 这次呢两个人有了二度造人的计划 会不会成功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作为TVB自早的事后 曾经的港区一姐 关永和如今已经淡出荧幕 成为一个全职太太 近日 关永和来到广州 参加某医院宣传活动的时候 就表示很享受现在的状态 而已经有一个女儿的她 现在都在努力造人 希望可以再有一个小孩 其实呢 我都是觉得小朋友 就是天使来的 那如果上天 真的想送多一个礼物给我呢 我是很乐意的接受 亲戚情人节刚刚过去 不知道嘉辉哥 有没有给你一个surprise 送上一个浪漫温馨的情人节呢 我们都没什么分这些接受的了 其实有时我们都 就是三日了 那我们都不会说刻意去接 那她每天出去开工呢 我们都会有一个 很轻的kiss 那我觉得每天都可以是 特别的了 有爱每天都是情人节 夜明广州报道 百味kiss王全州赛区的总决赛呢 上周日也是在全州封泽广场顺利举行了 二十多位选手呢 经过四轮的激烈角逐 最终呢 只有四位选手 能够进入到我们福建赛区的总决赛当中 究竟是哪四位信员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在精彩的开场舞蹈后 百味kiss王全州总决赛拉开了帷幕 现场二十位选手分成四组进行比赛 每组只有一位可以直接进击 竞争可谓相当激烈 当晚的总决赛除了有激烈的对决之外 更有许多精彩异常的才艺比进 有反串 也有全州传统的木偶表演 甚至有人借这个舞台来求婚 我太紧了 你愿意嫁给我们吗 你愿意嫁给我们吗 经过四轮的比赛之后 最终有四位选手晋级 他们也将代表全州赛区 参加福建赛区的总决赛 期待他们在福建赛区总决赛上 有更精彩的表现 乐凡天全州报道 每到每报 欢迎来到美报时尚传环节 经过观众的热情票选呢 昨天获得我们时尚传群号的明星 就是潘帅潘伟博了 在这里要恭喜微博网友 叫做柠檬红豆沙的朋友 获得了由美报美妆 潮品店提供的精美级品分 还有呢就是我们送出的 梁静雯的亲笔签名CD章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今天时尚传人的候选人有哪些吧 他们分别是 A 林俊杰 B 吴彦祖 C 郑元唱 C 范伟琪 大家呢可以登陆到 我们于之乐乐凡天的新网官方微博 来选出你心目中的时尚传人 并且要说出你选择他们的理由 这样呢就有机会能获得 由美报美妆潮品店提供的精美礼品分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要送给大家的 严亚伦的亲笔签名CD章 好的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天 我们乐凡天不见不散 说我傻 傻在爱上 没有感情的分身 我说你傻 傻在爱她 就不值得奋不顾身 我们都傻 傻在宁愿被牺牲 也不愿放弃天真 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